真的可以算是很多人心目中排在第一位的美食了 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爱吃火锅的人几乎隔一段时间就要下馆子吃一顿 不光我们喜欢 明星们也喜欢 很多明星甚至还有自己的火锅店 可以看出火锅是有多火爆了 火锅不辣不好吃 即使吃得大汗淋漓 胃不抽痛 也要坚持吃牛油锅 吃鸳鸯锅算吃火锅吗 对于外国人来说 火锅这种挑散着振振香味的中国美食 也是令人把持不住的存在 一个恨人小伙来中国游玩 听人家说起中国火锅是一举 于是自己也赶紧来尝试一下 小伙子闻着火锅的香味 一股脑将所有菜都煮了进去 在旁边焦急的等待了半天 要不是旁边的人说还不能吃 看着价值早就开吃了 好不容易等到菜煮熟了 恨人小伙迫不及待的将手伸进了锅里 是的你没有看错 就是将手伸进了锅里 应该是他们那边的习惯 可是下手的时候也不确认一下具体情况吗 这可是滚烫滚烫的油锅啊 恨人小伙转眼间就从锅里抓出了一个食物 烫的他嗷嗷叫 可是即使烫也还是迫不及待的 就往嘴里塞 真是英雄好汉啊 佩服佩服 原来徒手吃火锅并不是一个传言 英雄的恨人小伙 为我们示范了一个真正的吃货 跟具备的素质 即使再烫也要先放到嘴里面